既然天星主已经发话 这些顶尖强者也点点头 这是关系到自己世界的危机隐患 必须要铲除 好 今日我们便集结天星界所有的顶尖战力 前往天元界 圆柱 宫殿内的所有人都发出震耳欲聋声 他们现在必须要团结一致 虽然平日里 这些都是统治天星界一方地狱的最强巅峰主宰者 今日也必须听从天星主 集结顶尖战力 为维护自己的一方世界 那么接下来的几日时间中 我们准备一下 便前往天元界 圆柱 在宫殿之中 其余的顶尖强者拱手回应 是 他们虽然是一方地狱的最强主宰者 对 但是在天星界最强之主的面前 依旧有着恭敬之心 旋即这些身影便是消失在宫殿之中 然后天星主望着这些身影的离去 目光则是望向宫殿大门外的遥远天际 那双深邃的眼眸 犹如是洞穿了虚空一般 这一次的大戒之战将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之中并没有发现任何的事情 而且就连古元天都非常的平静 并且没有散发出丝毫的强大能量波动 似是完全的消失了一半 这诡异的一幕也让得所有诸天强者 都感到非常的好奇 这难道是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神失败 不然以先天神的性格 早已经降临诸天 灭杀诸天中的一切生灵 可是在这一个月之中 并没有出现先天神的身影 而古元天都是无比的安静 而古元天最后一次的可怕气息传出 乃是一个月前 再次之后便是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 不仅让得诸天中顶尖强者感到无比的疑惑 就连龟虚神殿的四大古神都是疑惑至极 实在是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难道真的是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之位失败了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对于天元界买是一件大好事情 可是真的是如此吗 由于就算是第三序列神 也无法进入到古元天探查究竟 也确知古元天中的具体情况 所以只能等 等待先天神的出现 如果是对面冲击第一序列之位失败的先天神 这对所有第三神来说 就不会那么激荡 虽然对面第二序列神里的先天神 同样会处于劣势 可是相对于拥有了第一序列神里的先天神 已经好很多了 龟虚神殿之中 四大古神面面相去 经罗古神道 灵动和牧尘那边也还没有动静吗 他们二人似乎此前获得了神灵之物 不过并没有那么顺利 其中发生了与神灵之物间的战斗 不过好在他们二人拥有祖福力量和原始法神力量 才将那两道神灵之物给抹出了意识 说话的地龙古神 他对于龟虚岛上所发生的事情极为的关注 因为灵动牧尘还有硝炎 是他们诸天倾尽所有最好的资源 给予他们修炼 希望能够在修为上突破更高的境界 但是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不管是硝炎还是灵动牧尘 依旧是沉浸于其中的修炼 似乎突破神奇境 需要很长的时间 目前先天神也没有动静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 感觉到古元天之中 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情况 并且还会有一场大战即将来袭 而且还是灭绝性的大战 总觉得不太安稳 一旁的苍元古神面露担忧之色 毕竟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如果都有这种危机之感的话 那么基本都是非常的准确 而这种感觉是针对古元天 这段时间的异常安静 此时斥击古神也是有些感同身受 这是女人方帝六感 感觉古元天的异常并不是那么简单 就在四大古神在说话间 归须神殿的一位情报者的身影 出现在其面前 恭敬道 禀报古神大人 据情报 天人界已经集结所有的最强战力 驾驶着数百艘方舟朝着我们天人界驶来 文言 四大古神之一 帝龙古神双眼 迸发出一道金芒 然后语气极为平淡地道 天人界吗 看来是真的还要入侵霸占我们的世界啊 之前已经重创他们 竟然还是贼心不死 这次真的来烦 必须将其灭制 而身旁的其他古神 则是觉得此事极为不简单 他们知晓天人界的抵御 可远远比不上天人界的强大 之前天人界来袭 已经给他们一个惨痛的代价了 没想到 还会第二次实施入侵天人界的计划 依我看 这一次天人界选择入侵我们的大界 似乎有些不简单 不应该按常理推测 苍渊古神眼神微眯起来 听着苍渊古神这么说 金罗古神也附和着说道 的确 如此反常必有妖 天人界不会蠢到自己去踢一块铁板 那按照你们的意思 这次的天人界必定有所准备 至于准备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一道带着雌性之声响起 正是斥击古神 不管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大礼 我们都必将他们除掉 犯我天人界者 杀无赦 地龙古神本就是脾气较暴躁 一听到天人界进攻 更是心中怒火中烧起来 如此也好 既然来了 这一次就不要让他们回去了 四大古神也是 准备等待着天人界那一批强者 只要他们一旦进入天人界 那么就以第三序列神的力量 将他们的肉体击碎 让他们的灵魂永存天人界 通知各大诸天的大尊 准备在几个月后迎战天人界 金罗古神对着情报者挥了挥手吩咐道 而那位情报者这是当即应了一声 然后电视退出了宫殿之中 第二等级的大界之战 即将开始不知不觉 时间又过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 古元天依旧没有任何的动静 有人说 先天神冲击第一序列失败 神体受损 不敢从古元天出来 也有人说 先天神在冲击第一序列的时候 被那股力量所反噬 依旧陨落在古元天中 还有诸多种的说法 也传入各大生灵的耳朵中 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 只要先天神没有出现 降临至天元界就好 而如今他们天元界已经准备好 等待着天人界的到来 骤海四周皆是无尽的黑暗 然而就是在这黑暗之中 有着数百道灯光亮起 并且以极快的穿梭速度 已经逼近到了天元界的世界闭魔之处 原本极快的穿梭速度 也开始缓缓地减缓速度 因为他们已已经抵达天元界的外围 数百艘巨大的方舟悬 缓缓前进 为首的一艘方舟 更是巨大无比 而在这艘方舟甲板上的 皆是天人界九大种族之主 这些种族之主一字排开 最中央的是幽阴主 而左右两边则是天阳主和天流主 以及其他六位之主 他们身上的气息 更是达到了非常恐怖的层次 不仅如此 在其身后那数百艘方舟之上 同样散发出主宰者的气息 无比的强悍 而每一位主宰者 皆是拥有一方世界的伟力 阵容堪称恐怖至极 不过对于天元界而言 这阵仗虽然很强大 但在第二等级只手的大舰面前 依旧没有感到多么的特别 终于抵达天元界的外围了 这三个月还真是漫长啊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 天元界的那些生灵 死在本音主的手里 此时 幽阴主仿佛已经看到了 他们天人界占领天元界的画面一般 嘴角不自觉地诡异一笑 而一旁的其他之主也是一笑 这一次 他们可是做足了准备 当年进攻天元界失败 如今必定要他们血债血偿 幽阴 这次没有任何问题了吧 天阳主微微偏头说道 放心 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成功将天元界霸占 那么我们天人界 将会成为第二等级之首 待我日后再纳入神殿 成为神奇 便可以带着你们一众人 飞升第一等级事件 到时候将会在那里 建立我们天人界新的势力 幽阴主回到 同时也将其他之主的心中 顾虑给消磨掉 因为此前幽阴主对他们说 幽阴主的背后以后 一位神秘人 那个神秘人说了 只要交出天人界的苍穹之心 不仅对方 可以帮你们出手剿灭整个天元界 还能让你们的族群之人 皆是拥有 纳入神列当中的资格 这等诱惑力 直接让那幽阴主 以及其他之主 无比的动摇 只不过交出苍穹之心后 他们原本的天人界 将会面临永久性的毁灭 最后化为大咒中的一片虚无 不过他们 对于成神 无疑是所有 最强主宰巅峰顶尖强者 极大的诱惑力 只要一成神 便可晋升后 第一等级世界中 获得更高级的资源 来壮大自己的种族 届时 天人界将会成为 第一等级 世界之下的最强霸主 可以做到 一念之间 便可毁灭万物的天人 并且这一笔交易完成后 那神秘人 并赐予天人界之人 一座来自 第一等级 终神纪元世界里的一座大陆 而这个大陆的面积 可堪比现在的天人界面积 因为那座大陆 乃是第一等级世界中的 神之大陆 神之大陆 可是有着极其浓郁 神愿之气的大陆 这些大陆 都是存在于 第一等级世界之中 此前与他们天人界 合作的神秘人 竟然将这么好的资源 都拿出来 与他们进行交易 足以证明那位神秘人 对于苍穹之心的 渴望是多么的重要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动手吧 幽阴主虽然语气 平稳至极 内心中已经如同 惊涛骇浪一般的打响了 旋即 在幽阴主的话音落下后 数百艘 方舟便是齐刷刷的驶路 天人界的世界壁魔之中 可怕的气息 直接席卷开来 此时的天人界 虚空之上 可怕的大批气息 传入各大猪天内 一阵阵巨大轰击 直升不断炸响 在世界壁魔之上 恐怖的冲击力 直接将世界壁魔上的能量 慢慢不断地被削弱下来 天人界的大不对 顿时间撕裂天元界的空间 各大猪天的诸多强者 以及顶尖强者 皆是在第一时间 便感受到无比可怕的气息 从上空传荡出来 数百艘方舟 开始通过撕裂空间内的通道 缓缓地从空间中驶出 此时在方舟上的强者 实力皆是主宰境 一场大戒之战 即将开始打响了 这就是天元界中的元气吗 果然浓郁啊 不愧是第二等级之首的大戒 不过很快 这方大戒 将会成为我们天人界的大本营了 由英主摊开双手 感受着这方大戒中的磅礴元气 并且还是非常的精纯无比 这要是给他们天人界修炼的话 将会是多么好的最佳之地啊 可以非常的自信说 不出意外 天人界也可以诞生出数千人的主宰者 这就是一方世界养一方强者 看来这一直未完成的元位 天元界中的生灵 实在是一天都寝食呢 天阳主缓缓地说道 其眼中也是迸发着浓烈的精芒 而在此时 诸多身影便是缓缓地显现 强大的气势同样轰然爆发 所有在方舟上的天人界 强者皆是大惊失色狂略的退后 另几步 最前方的方舟上 九大种族之主的神情 顿时便是一惊 其目光也是投射了过去 有意思啊 天元界之主果然强则如云 只不过这一次 就算你们天元界的强者再强 也要在这一场大戒之战中陨落 天流主看着诸多来自 天元界之中的强者身影后 也是缓缓地说道 然后在后方又有一道 可怕的破风声响起 撕裂空间下一刻 便是出现在天人界一众人的面 而面前的这道身影 自然便是混元天的大尊 专主 你们这些天人界之人 还真的来了 在当年 你们试图入侵 我们天元界的时候 就早知道干脆直接出手 将你们全部斩杀 也不会有今日的场面了 专主大尊一出现 整个天地间都是弥漫着 超越主宰之上的准神气息 这样的强大气息 令得天人界那边的无数主宰者 身躯微微一颤 来自一位准神的威亚 令得他们呼吸都是一致 不过好在 天人界有一位 也同样突破到准神镜的幽阴主 此时他袖袍一挥 强大的准神元气 将专主大尊所散发出来的威亚 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顿时间 这片天地轰然变色 可怕的能量冲击波 便是以连一般的姿态 一圈又一圈地荡漾而去 幽阴主极力压抑着心中涌上来的怒气 沉声开口道 你就是混元天的专主大尊 实力果然不凡 要不是本阴主突破准神镜 恐怕早已经在你的这一道威压之下 重伤 此时 幽阴主的身躯也是紧绷起来 没想到天人界的底蕴如此强大 一出来便是大尊之手的专主 虽然他们同样都是准神镜 可是专主的底蕴 几乎比刚晋升的幽阴主更强一丝 知道我们天人界的厉害 你们天人界还不快滚 专主大尊便是以一声冷笑 回应着天人界最强的幽阴主 闻言 幽阴主则是大笑起来 听起来似乎是专主 讲了非常好笑的笑话一般 专主大尊 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抵达你们天人界 让我们回去 岂不是笑话 很显然 天人界这一次 已经决心与天人界战斗了 那你的意思是 是真的要发起两大戒之间的战斗吗 其实以天人界的底蕴 根本不拒天人界的来犯 本来 专主大尊还打算说 只要天人界肯回去 他们的大剑 那就没办法了 笑话 本英主率领众天人界的强者 就是来攻占你们的事件 幽阴主的声音 有些阴亡 一股可怕的气息 直接朝着天人界的那些赶来的强者 一级压制 突然对着他们这些主宰者 袭来的强悍 威压 令得天人界的那些主宰者 都是呼吸一致 身躯上传来一股极为的疼痛之感 专主大尊见状 直接冷哼一声 旋即右脚一跺虚空 便是出现一颗石头 没入河水中后 所产生的涟漪水波一般 直接横扫幽阴主的恐怖威压 随着专主大尊的出手 幽阴主便是面露阴沉下来 只要这专主一出手 他便受到强大的压制一般 不过还是凭借自身的强大抵运 与之开始了抗衡 这一场大戒之战 也是拉开了畜牧的开端 不过谁也不知道 此事专主大尊面露凝重之色 嘴角也是微微苍白 只有他自己知道 此前自己的准神元气 被王无天吸收殆尽 最后靠着龟虚神殿的 四大古神的疗伤下 这些大尊凭借自身的强大抵运 终于恢复到了 最强主宰巅峰的实力 想要恢复准神境 还需要几年的时间 毕竟神元之气 对于天元界来说也是比较稀缺的 刚刚专注大尊 之所以可以对抗准神实力的幽阴主 是因为他使用了一道神器 那就是72大神器之中 排名第48的聚气石 可以将方圆万里内的元气 以及神元之气 都可以尽数收纳自己的体内 可是在这处天地 就算是万里内的神元之气 也是少得极为稀薄 可以说几乎是没有 不过专注还是靠着聚气石的神器力量 勉勉强强地让自己的实力达到准神境 可是在施展了几个准神力量后 便是没有更多的准神元气 可以维持自身 这令得专注有些意外 但是此时 幽阴主也是发现了专注的异仰之处 嘴角微微一动 然后圆转体内的强大准神元气 在自己的手掌之上急速地凝聚 专注大尊 你是否接得下我的这一拳 话音落下 幽阴主也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轰出自己权力的一击 空间瞬间燃起了可怕的能量光波 洞穿虚空 直接轰击专注大尊的正前方 后者也是面色凝重起来 对面权力一击的幽阴主 也只能拼尽全力了 体内的元气疯狂地汇聚起来 凝聚出一道可怕的冲击波 对着那强大的一拳暴冲而去 天空上两道无比可怕的攻势 相撞在了一起 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刮起了能量风暴 然而令得在场人都未知一惊 特别是天元界的强者 瞬间难以置信和惊骇起来 因为在上空处的一道身影 倒势而出 直接砸在了大地之上 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深坑 而这道身影竟然是专注大尊 这怎么可能 专注大尊竟然会被击败 他不是也是准神经的强者吗 随着专注大尊的落败 瞬间各大诸天这边的众人 发出惊骇之声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专注大尊 可是所有大尊里面最强大的存在 可是就算如此 竟然被对方的准神经的幽阴主给击败了 各大诸天的强者依旧是难以相信 脸上依旧挂着一丝不太相信的神色 专注大尊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你们的最强大尊吗 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一道不屑的冷笑声字 幽阴主的喉咙间传出 然而传入天元界的那些人 耳朵里更是捏紧了拳头 然后还没等幽阴主得意多久 深坑里的专注便是冲天气 身上的衣袍也是有些破烂不堪 他捂住受伤的部位 脸色有一些苍白 不过他那双眼眸依旧是无比的深邃 要不是自身的实力恢复到巅峰时期 这幽阴主就算准神经的实力 恐怕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只可惜 自己就算凭借聚气时的神气力量 也无法长时间吸取万里内的神愿之气 最终还是落败 还真是有些狼狈啊 玄疾 专注大尊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神态自若地望着幽阴主 完全没有一丝巨异之色 反而嘴角还挤出了一丝笑容来 幽阴主以及其他种族之主 看到落败的专注 还有本事露出笑容 心情不自觉地感到一丝胆寒 死到临头了 还装神弄鬼 去死吧 一道破风声 直接从幽阴主的右手边响起 天流主直接爆发出惊人的元气波动 这股元气波动远超最强主宰巅峰的层次 已经踏入半步准神境了 直接对着专注大尊狠狠地袭来 而后者并没有惊慌 然而突然大笑起来 还真当这里是天人剑呢 当专注大尊话音刚刚落下之际 后方的空间处 散发出数道惊人的能量波动 拿出的空间被撕裂 然后在其中皆是射出数道光芒